散導大師進入思想中的 平生夜程 就是平時好好念佛 靈終一念 是否念佛並不是往生的關鍵 基本上是這樣 他的意思是更有合理的態度 古德後來把它詮釋為什麼 你用佛號意思發願發願然後往生 有一棵樹往西邊拉西邊拉 拉到後來都已經長成西洋 長成潮溪了 結果颱風來了 颱風來了就來啊 颱風來吹斷了 吹斷你想它會往東倒嗎 它往西倒 就無常來了 但是當然了 極端的情況還是 風太大把你朝向東邊 也有可能 是最極端的 但是你平常都念佛念得這麼好 你說你臨終念不了佛 那大概很難有人念得好佛 所以他的平生夜程的重點在於 你以他為目標 不是指說到了那樣就不用管 不是這個意思 重點不在哪裡 你念佛念得好 夜程就是往生的 他講那個夜是往生之夜 往生之夜程你更歡喜念佛 因為念佛不是只有求往生而已 是內心的佛性的顯法 這是天台才會講到的道理 但是散導大師因為 當時要面對歷史因緣是指的 念佛到底能不能當生往生 是被講成別詩意的 別詩意就是念佛未來往生 他緊張了 他覺得這樣不對 因為尤尾淨土法門的本意 他才特別強調平生夜程 但傳到日本去的話 就說的就不一樣 說的就有帶慢心的態度 意思說我們這樣修才叫平生夜程 你們那些修法都不是平生夜程 散導大師並沒有排除其他方法 雖然他講到說其他業都是雜業 那是因為在那個時代 大家強調什麼參禪 強調什麼修學戒 強調什麼慈戒 然後念佛就若有是無 他才要這樣講的 要懂這個道理 日本人沒有這種當時漢傳佛教 在唐朝初期的時候的 大興之士的社會現象 他不懂 日本人要讀懂中文就已經很難了 他還讀懂這些歷史嗎 那搞歷史的呢 日本人好幾個搞歷史的 中村園也好 誰也好 牧村太賢也好 這些人寫的佛教史 都沒寫到這一段 他沒有搭配的寫 他也不懂要這樣搭配寫 這是我第一次講出來的話 我爸也沒有歷史學家知道這件事情 要搭配著看 所以說你啊 就怎麼樣 一文解憶三世佛冤 你一文解憶也是三世佛 這個這個這個主師冤 結果把善導大師的法 用成了極端的淨土真宗之法 到現在一樣是隱隱然的在台灣某些地方流傳 這點不是說我看你流傳我不高興 不是這個意思 是佛法本來就沒那麼極端 就沒那麼極端 然後淨土法門也不必以踩下別人的不當 來作為他弘揚的特殊性 他本身就特殊了 你講清楚他就特殊了 不必壓抑別人不往生 壓抑別人念佛 所以才更顯你的特殊 不必這樣 這是更顯的你對於你自己念佛 生平夜成不敢承擔 已經夜成了 生平夜成有種種的方法都能夜成 念佛也不只有生命念佛 善導大師說生命念佛最容易色心 是這樣喔 他沒有排除其他喔 這樣的很多很多的道理啊 都是非常誤用 極端用 日本人極端你也跟著極端 日本這個民族天生是極端的 我沒有批評的意思是他們的性格如此 寧慰玉碎不畏瓦全 華人的文化裡頭本來就是包容型的 他們自己也知道 這兩個是不同樣態 所以他們的好就他們 他們覺得好就好 那是跟文化有關 漢人不要這樣傻傻的弄不清楚 你這樣把更廣大的淨土法門說到非常非常的 什麼極端跟什麼呢 這個狹隘 而也更顯淨土法門的不夠深刻 天台中他就知道了 你念佛呢是靜可開悟 退可生平夜成 簡單說這句話講就是這樣 是這樣耶 所以這句佛號有更大的功德力 這段文可以單獨剪下來 因事物可以單獨剪下來 所以寧終念佛 與其說念佛是關鍵 不如說正願現前是關鍵 正願現前就是生平夜成那個夜成的標準 念佛夜成 成是什麼就是怨 怨導引你的 行念了再多也是不成怨 連偶義大師都說你這無效 你都沒有發怨 對不對 信是要得到最終怨現前 你光信你不去 你沒有能力去 比如說什麼叫沒能力去 你還善心很重 然後臨終的那個恐懼還現前 你是信佛啊 信佛是信佛啊 你痛起來你還是會喊痛啊 你看到那個冤親在主現前 你還是會害怕 這樣了解嗎 是這樣 前天嘛幾天前 那個誰啊那個 信弘師傅開車 然後另外兩位 兩位師傅在 突然間急煞車 我第一個念頭想起來 哇我會遇到車禍 第二個念頭 喊一聲喊一聲喊 殺住 我覺得還好 我在霧昧之間 我還沒有睡著 霧昧之間 我第一個念頭 說要車禍齁 第二個念頭我就接著念佛了 不敢說這叫夜城 但起碼臨時給我臨時斷烤 臨時斷烤這樣 我那時候想法沒有想宗教基本法 也沒想萬佛式 不好意思 我如果死了 你們就拜拜 我就乖啊 然後他們就忙著幫我建個什麼祖堂 還是就我的那個什麼 那個療房那做個祖堂 這樣子 也太寒蟬了 也太沒品了 就這樣 夜城是這樣子 夜城其實就是正願獻前 有正義 有正義